内衣对于每一位女性来说,无疑是我们最亲的闺蜜,从青春期到老年,始终见证着我们的发育以及成熟,而作为每天最为贴身的挚友,内衣的好患,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乳房健康。 全世界每年约有120万女性患乳腺癌,我国几年来乳癌发病率,也以每年3%的速度递增,乳腺疾病的发生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,我们佩戴了不合适的文胸,不合适的文胸,会压迫乳房组织,影响乳腺组织和领巴组织循环,造成增生隐患,成为调查显示,普通文胸佩戴时间过长, 幻入腺疾病的几率,会高出20倍以上,如果晚上睡觉继续佩戴,则会高出100倍,看到这个数据,女性的健康一直被人所忽视,甚至是女性自己,但是寻找一件合适的内衣,就像合适的老公一样难找,难道就没有一款健康舒适,又完美俗型的好文胸了吗? 给大家推荐一款,来自日本的文胸无钢圈文胸,2018春夏新款,舒适无痕,帮你重塑完美俗型,无钢圈照样享受奥挺式夜线,为了给女性最舒适的体验, 我们的这款文胸无钢圈文胸的诞生,经历了漫长的生产周期,特请法国设计师几百个日夜研究,和摆测人体适度测试,坚持进攻细作,才有了我们眼前的这款优质文胸,仅仅上市一周,销量就突破5000万,日本所有女性都爱不释手,人手一剑, 神威设计,打造你的小性感,神威的设计,展现你的小性感,神威上身总是妙不可言,文威独特神威灵,有效加收侧边功能,防止胸型外扩,塑造胸部完美外观的同时,将聚胸和托起的效果double,完美凸显胸部曲线,增加曼妙肉获利,性感中带点小俏皮,让你美的恰到好处,无钢圈灵束缚, 做真正的自己,据日本科学研究指出,一般人每晚睡眠时翻身次数为20到33次,在翻身过程中,没有承托的胸部,容易因不良睡姿影响,而受到拉扯,挤压,从而造成胸部变形的情况,比如来阔,下垂等,看来,晚上睡觉穿内衣,还是非常必要的,这款的V内衣, 在普通人胸的基础上,完全靠剪裁将胸部承托,根据医学,美学,脂膀学,人体工学等,特制一片式三脚背设计,没有钢圈,没得紧紧的,连呼吸都顺畅了许多,大幅度运动也可以hold住, 完全不会出现照备上一个尴尬情况,穿上极其贴身,跟随你的肌肤一孤一息,帮你固定塑形,展示,傲挺式夜线,无钢圈,无胶骨,更少的缝合线,睡觉时也能无缝贴身, 让你想怎样翻身就怎样翻身,而不会产生任何不适和负担,睡得安稳也要给胸部最好的保护,是一款真正意义上最安全的睡眠闻胸, 轻薄透气,胸部自由呼吸,夏季气温绝高不暇,看着清凉的短屁也热出一身汗, 贴身的闻胸如果不够透气,整个人总觉得黏乎乎,十分难受,能为菜用, 意大利进口数字面料,巨星按纤维高弹面料,点状胶无缝一片式技术,面料轻薄,柔软,透气, 下面有上千个小气口,随时让乳房自由呼吸,随身而变的延伸与温柔的触感, 完全裸感,好穿到让你忘记穿内衣的感觉,与普通内衣比起来, 轻薄薄深,完全没有勒痕,厚度只有0.48厘米,超乎想象的轻薄, 令人更不可思议的是,本文笔一般的内衣,要轻八十克,让人惊呼, 我今天出门是不是忘穿内衣了,脸要更是添加了, 莫带的纤维,比传统内衣更加稀罕透气, 上号下博士透气胸垫,完全变脸门热感, 穿上清凉五度,弹力肩带,穿驼自如,让你的肩部和腋下毫无压力感, 点状树枝供应100%,安心承驼健康俗形,稳定芳华,再也不掉杯, 轻薄的面料,清洗起来也十分方便,在阴雨天,即使是熟悉, 也能速干,避免了细菌的滋生,也不应担心, 阴干的没味,去拢脱其,美胸美背,传统的内衣虽然可以挤出视野线, 但是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,胸部会有极大的束缚和压迫感, 但我们的这款纹修完全可以,做到零束缚的同时,让胸部自然坚挺, 曲线完美,四分之三的罩杯完美把腹乳房,前胸微型脱胸设计, 手托式提胸,有效承托胸部底座,更有效聚拢胸部, 防指下垂,两边增加弹性设计,还能更好收腹乳, 超强的聚拢效果让你穿上身,就能一秒感受到惊人变化, 壳里的肩胸部松散的脂肪分配,小胸妹子再也不用烦恼, 可调节肩带,随身调整,灵活素性,有效缓解肩部压力, 还有效防滑,背面幽型双抬口设计,随心选择适合自己的底维, 抚平背部肉肉,打造幽型美背,可以折叠一千次的内衣, 很多女生都有这样的经历,欢欢喜喜买到的新闻胸, 回家放在水里一喜就严重吊材,用的时间长了还容易祈求, 变硬,质量差到吧,即使是小心翼翼的手洗, 内衣还是三个月就变了型,但是有了这款日本人微尼千次的折叠也不会, 破坏它的塑形效果,随便人家洗衣机洗,一年也不会变形, 两辆车向两端同时拉扯,完全不会崩断,谈力好道报, 日本那一艳染技术,源于我国的唐朝时期, 释取春天然植物色素,再结合现代化的机械艳染, 经过反复的研究实验,不仅染书的颜色更加鲜艳, 永不掉柴,而且还不起求,不便宜, 质量经过国家权威机构严格检测, 您穿的书新,我们采访新,独有防围码,正偏保证, 专为亚洲女性量身定制,六种颜色可选, 总有属于你的那一款,穿上这款的维闻胸, 这个项鱼,作品群中最性感的那个小仙女, 购买方式如下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